嗨,大家好,我是玄妹,我来自越南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越南那边的农村 就是我娘家嘛,我越南娘家的房子 昨天呢,我叫我妹妹把我家的房子拍了一个视频发给我 因为有很多网友试信给我,问我说玄妹你在越南那边住怎么样的房子嘛 所以呢,我就叫我妹妹给我拍了一个视频 大家记得看完哟,好了,现在就开始 这是我们家的院子,我们家一共有三楼 然后这是院子前面,那还有放的我爸的卡丝 我爸现在不是不养花炉了嘛 然后他在家太无聊了,他就买一点卡丝回来 就有时间的话去给别人拉土 在监狱,家前面呢,我爸也种了一些树 芒果树啊,还有花 这个花呢,在中国叫什么啊 我也不太清楚,有没有人知道可以跟我说一下 还有红薯颠颠 还有那个柠檬树 这个是柠檬树 还有很多花,很多花我都知道在中国叫的名字 但是这个花挺好看的,它是一条一条的,红色的 开的时候一条一条的,特别好看 在院子中的这些花呢,太阳现在不是热了吗 有这些花也不感觉热了,它挡着太阳嘛 对面是林区家 然后这里是放了我们家的侧,木多侧 还有自颖色,我妹妹上去的 这里我妈也种了一些小花 我们家门也是木头的,我爸挺喜欢木头的 什么东西家具都用木头的 这边也是种了很多花,就是那个花吧 长了挺高的,都种了十七年了 所以长了很高 如果我爸不剪的话,它长得更大更高 就是这个花,它是红色的,然后一条一条的 现在没有开多少,这个是茶座 这是后院,后院我妈也种了很多菜 就红薯甸甸啊,还有煮汤的菜 特别是红薯甸甸多 还有种了甘蔗,甘蔗现在家里没人了 所以都放老了,都没人吃 还有种了很多水果树 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树在中国叫什么水果树呢 我感觉很奇怪,我妈种的水果树 一般都没有果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长得特别好,就是没有果子 还有那个香蕉树 然后最后面的话,我妈也养了一些鸡 就是自己家吃的 养自己家吃的 但是现在家里人少了 而且也没人吃了 所以呢,鸡都放得老了 养了好几年 只能拿来炖炖汤了 咬不动了,太老了 这棵树,这棵树长得挺大的 就是没有果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妈养了 就是养了鸡 养给自家吃的 然后它下单 下单的话,我们家自己吃的 对面就是邻居家了 这个是我们家后院 都是都挺好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家的客厅 还有杂桌呀 放电视桌都是木头的 还有一幅画 里面有 有马 马画 这个茶桌是我爸七年才换的 旧的都放在楼上了 这个都是木头的 还有风扇,垫风扇 然后这个是懒人椅子 上面呢是我们的结婚照 这个是电视柜 放的电视 两边呢是我们国家的 胡志明嘛 名人 家家都有他们他的照片 还有花呀 还有 也是跟胡志明一样的 有名 还有一些喝茶的 就是茶杯吧 就是之前我公共婆婆来的时候就带过来的 我爸我妈都没用 这个是厨房 厨房有山桌 还有风扇 电风扇 家里有空调 但是我爸我妈 我妈那个鼻子不好 所以她都没什么用空调 都用了电风扇 这个是我爸泡了酒 用的是人胜 人胜是我妹妹在韩国给她买的 然后她就泡酒了 这个也是木头 我爸特别喜欢木头 饭桌也是木头的 然后这个是上楼的楼梯 还有雨水机 厨房 厨房呢有一些茶杯啊 然后冰箱 上面是也是厨房柜 放了一些碗啊 那些东西嘛 就厨房里面用的锅碗 这是炸糊 还有锅 还有那个空气炸锅 还有电饭煲 都放在这 家里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我爸我妈特别节约 所以买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般吧 这是我爸妈的房间 因为这两天我子女来我家出了 所以呢 东西都乱了 还房间里面也有空调 还有床 我们那边有蚊子 所以要是用这个网 我子女就在这 是她起了 哭了 这是上楼梯了 上楼梯 所以这个墙 我想的这个花是我自然自己贴的 还挺好看的 我感觉 我自然是回来的时候 我就买回来贴了 这里有个窗户 现在是上二楼了 二楼只有我巧妹在住 我爸妈是住在楼下的 然后她是住在楼上 她的房间也特别乱 有衣柜啊 还有一张床 然后她学习的桌子 放个乱七八糟的 我们家一共有六个房间 然后二楼也有 那个卫生间的 这个是上三楼 三楼我爸妈是整层库房 放东西的 因为没有人住嘛 然后这二楼也有一套茶座 就是换新的了 就把旧的拿上来了 这个是青年主签的 在越南每个月 住一和十五都要点箱嘛 就拜拜嘛 然后这里也有个房间 但是没有人住 所以呢床都还没安装 东西也没有放 我家一共是有六个房间的 这个是阳台 我妹妹先住来 看看那个我们村的风景吧 我们村现在都是盖了小别墅了 一般都是二层楼以上的 然后前面也有一幅扇 一层楼都是老年人住的 年轻人现在他们都是盖了小别墅了 一看到这里呢 我都想家了 都想回家了 其实在我们那里 条件还是可以 所以呢 过得还是比较安眠的 挺好的 没有什么压力